大家好,歡迎來到學醫師的休閒生活頻道 這集入住台南遠東香格爾拉27坪雅士套房 豐盛迎賓水果,客廳大道可以跳舞 以防一廳高樓層景觀寬敞浴室空間 享有行政絞廊禮遇,鋪外特色新型泳池 晚餐到遠東咖啡,秋天螃蟹正當季,松葉蟹吃到飽,超滿意 台南最豐盛早餐,兼具傳統與稀釋 台南最經典奢華的飯店,接著就來開箱吧! 來到古都台南,交通最方便的飯店非達莫屬 緊鄰火車站的台南最高樓,來台南絕對不會找不到 全台為二的香格爾拉酒店,台北的也住過留下好印象 這次終於有機會來台南,從高中就期待想來住看看 大廳兩層樓跳高流水牆令人驚艷 沙發座椅相當充足,也有咖啡廳可以喝下午茶 接著來到接待櫃台,有香格爾拉會員APP提前把資料填好 到現場簽名刷卡相當流暢 這次剛好用ITF買的住宿券入住 平常加料12000的套房,用住宿券只要8500元 這次住21樓的房間,裝潢風格跟台北香格爾拉幾乎一樣 再用台南的老照片增加特色,建築是環形中空的設計 走到最裡面的邊間就是我們的套房 跟寧酒店一樣是插入式感應房塔 歡迎大家來到台南香格爾拉本開箱影片 這次由小Piu來為大家做亞視套房的介紹 我們首先玄關就可以看到放外套的地方 裡面還有衣架跟浴傘,有一個廁所 還有附洗手台跟毛巾可以擦手 再過來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鏡子 出門前可以檢查自己的服裝儀容 往這邊走是它的小餐桌跟客廳家具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新鮮的水果 然後有一台電視 然後這個電視大概45寸這麼大 一大片的大窗戶 我們窗外的風景是一個片城大的運動場 可以看到很多年輕學子們在做運動 這邊的小餐桌可以坐四個人的位置 都可以在這裡坐著吃東西聊天 這個是真的植物喔 沙巴區可以再多坐三四個人 水果棟類很多 有五桃、香蕉、奇異、果菌、果、阿樂、六層 這邊有一本圖鑑 然後裡面都寫了全世界的香格爾拉裡面收藏的藝術品 這邊是它的mini bar 有很多礦泉水、咖啡機跟個水壺 然後抽屜打開呢 都有茶包跟餐廳可以做使用 最下面還有一個小冰箱 看看裡面有什麼 這些是免費的嗎?還是要錢? 飲料全部免費招待 這邊是它的舒服桌 有他們飯店寫的感謝信 然後跟月曆 還有電話 很貼心的都有附鉛筆 可以做一些memo 接著來看我們的臥室 臥室裡面的床有兩張雙人床 然後有小沙發、台燈跟比較大的電視 電視呢是55寸的地精打電視 接著就來讓我們試試看床的軟硬度吧 軟軟的很舒服喔 我覺得最軟五分 這個床應該有4.5分喔 床頭有復古的鬧鐘 座室也有一幅畫 這裡面有一個小小的軟硬的驢子 接著呢來到它的浴室 一進來就看到一個大浴缸 那邊是淋浴間 那邊是廁所 然後它的洗手台呢 是雙臉盆 兩個人就不會打架了 然後它的浴缸還蠻大的 深度跟高度都剛剛好 還有控送浴眼 好像泡澡的時候可以使用喔 它的洗手台呢也非常的寬敞 然後相當的明亮 還有附化妝鏡 然後它的備品呢 跟台北的相隔禮一樣 就是非常的齊全 那就是它的淋浴間 有三種淋浴模式 然後還有曬衣繩 可以曬衣服喔 國際知名沐浴品牌備品 它主臥的廁所呢 是女志馬桶 哈囉 這邊呢是它的更衣室 那更衣室相當的大 就等於是一間的房間 那一進來就可以看到它的備品 然後運手跟燙衣板都有附 拖鞋呢都在這邊 那再走進來呢 就是它的化妝桌 有一面很大的鏡子 跟軟軟的椅跡 還有鞋櫃 還有行李箱放置的空間 浴袍呢就在這邊 看完房間接著出來逛逛 附近就是薛醫師的高中母校 每次從車站到學校都會經過香格爾拉 這次住香格爾拉來逛台南一中 民族門的紅樓是我高三的教室 這個是以髮型為名的雕像 香格爾拉遠看就像紅樓的煙囪 最後一定要來看大龍樹再走 回來飯店的設施 我們住套房可以到行政酒廊享用 有專屬的空間跟飲料點心 有咖啡機 各式茶包可以沖泡 蛋糕水果 以及餅乾跟小麵包 果汁跟罐裝飲料也相當豐富 還有雜誌可以看 中心圍著竹林打上燈光很有情調 再來到樓下健身房 健身房戶外有很漂亮的游泳池 走上台階就可以看到游泳池 非常特別的造型 是愛心的形狀 台北的是扇形 不過秋天傍晚偏冷 我們在岸上看別人小孩玩水 秋天是螃蟹的季節 上次在台北遠東咖啡 也是主打螃蟹料理 來看台南的晚餐如何 日式料理餐台有三壽司 以及其餘鮭魚 主角愛魚炙燒臥壽司 章魚臥壽司 櫻桃鴨臥壽司 炙燒鮮蝦臥壽司 五種生魚片 各種日式醃製小菜 四種口味壽司捲 這次的主角焗松葉蟹 還有蓄蟹、牛蹄蟹、花蟹 三種螃蟹 白蝦 鳳螺 海鮮被拿光的海鮮沙拉 扁豆沙拉 青醬螺旋麵 馬鈴薯沙拉 甜菜跟沙拉 凱撒沙拉 綜合歐式麵包 綜合冷肉起司 橙香紅酒豬梅花 孜然薄荷牛肉 香煎脆皮雞排 餡切蜂蜂蜜烤羊腿跟豬肋排 再來還有餡煮海鮮料理 可以選蛤蜊鮮魚還有綜合海鮮湯 熟食餐還有餡煎鐵板料理 有鮮魚跟蝦子 台南一定要有蛋仔麵 蒸竹海鮮 重慶烤魚 炒食酥 鐵板牛柳 大炒螃蟹 新加坡炒米粉 宮堡雞丁 焦糖堅果披薩 瑪格麗特披薩 野菇披薩絞 中式香腸、油雞、烤鴨 進來還有現切沙薇馬 香料牛肉串 印度香料雞翅 印度烤餅 雞肉與羊肉咖哩 野菇松露燉飯 義式烤食酥 飲料區還有多種現做的飲料 異國料理算是非常豐富 松葉蟹吃到飽超滿意 肉質鮮甜一口接一口 各種生魚片都點過來吃 這盤價值至少200 魚肉處理得很好沒什麼筋 鮭魚跟鮪魚可以直接化開 接下來吃主菜熟食 至少握壽司一樣推薦鮭魚 烤鴨皮有脆 最推薦豬肋排 果肉分離非常軟嫩入味 鐵板堅白蝦香味十足 海岸人最喜歡吃甜的 這邊的甜點肯定非常厲害 20多種蛋糕會讓人選擇障礙 有水果起司蛋糕 焦糖起司蛋糕 草莓泡芙 綜合莓果派 生巧克力 草莓慕斯蛋糕 抹茶迷你塔 巧克力金枣蛋糕 草莓栗子小塔 草莓巧克力蛋糕 水果奶油蛋糕 提拿米酥 普世蛋塔 巧克力熔岩蛋糕 哈根大斯四種口味冰淇淋 冰淇淋 冰淋甜點區 有兩種奶酪 還有五種水果 終於拿完甜點開吃 咖啡還有拉花很用心 拿了六樣甜點 雞蛋糕裡面有珍珠很好吃 龍鹽蛋糕很濃郁 鐵拉米酥口感蠻蠻 最後吃完冰淇淋 在南部算是前三的自助餐 住飯店還有很重要的一餐 早餐對每位旅客都很重要 麵包是早餐的關鍵 有四種單賣麵包 可頌看起來很脆皮 天台烤著鬆餅與吐司 四種吐司可以選擇 綜合歐式麵包 肉桂甜甜圈 巧克力跟卡士達甜甜圈 起司麵包 香蕉水果蛋糕 馬芬蛋糕 現切爐烤火腿 現煎蛋區 水煮蛋與蒸蛋 全熟與半熟荷包蛋 蔥油餅與春捲 台南最有名的牛肉湯 四目魚粥與皮蛋瘦肉粥 一樣有蛋仔麵 傳統杏仁茶與炒餐配料 還有很傳統的刮包 早餐香腸 脆培根 薯餅 蒸煮玉米與香菇 安平蝦捲 麻油麵線 炒食酥 香料烤雞腿 牛肉餡餅 印度咖哩飯 蔬菜咖哩 翡翠燒麥 黑糖饅頭 日式料理區早上提供六種簡單的壽司 綜合起司與火腿 四種口味沙拉 早上一樣提供豐富的水果 牛奶麥片 早餐融合在地特色 歐姆蛋偏甜有台南風格 口感滑嫩好吃 台式掛包南部飯店很常看到 結合傳統與西式 跟台北遠東咖啡不相上下 住宿體驗有薛醫師飯店榜前十坪價 下一集 來住全新開幕 台北漢乃大飯店 尊榮服務媲美文華東方 入住18坪豪華套房 一房一廳大空間 廣角欣賞南港山景 絕美教堂景觀 獨立浴缸與奢華雙面盆浴室 再到行政酒廊 超豐盛點心飲料 冰淇淋吃大飽與專業調酒服務 東方樓頂級中式料理 由米其飲新極水準 夢幻食材絕佳饗宴 至今流連忘返 潔白微美教堂 泳池映照金色天際線 話題十足的島嶼餐廳早餐 升級版海港城 強勢問鼎台北 台北漢乃大飯店 敬請期待 感謝收看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